也是最后两个B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红龙队游戏解释的直播现场 本场比赛,羊神最后两个B,首发克里斯,表克,对方也是表克 这一个是98D的标准的一个阵容了 表克,不之后,配上宝宝 一模一样 阿德,阿德,阿德,米诺的,米诺的,小猫天啊,回 啊,这场对决来到了,羊神的,不知乎,对着,陈老师的表克,这是一套 打破死一套,死于毕竟不是暴气脸啊 所以说呢,还有机会 范雪是没有问什么太大问题,唉了,这次一套死了 还有一套 羊神这里应该是,也是,很难受啊,对面还有,对不对,还有三个人,他这里只有两个你啊,对不对 现在上第一阵来,对于羊神,对着陈老师的表克里斯 克里斯现在终于是长头到羊神,八神的连招的一周修罗 现在打不死啊,还要再打一套起振德,怎么办 往后想骗对方出乱招,但是这里陈老师非常稳定 哎,这个战众腿想对空可惜啊,套路了,八神前走一步抓一个普通头 堪称直播剧的良心啊,感谢支持啊,阿德里诺 有空就想来啊,好吧,看来看 欢迎美好,欢迎逝去的青春,欢迎大众爱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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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 鬼 鬼 鬼 我靠 这可以啊 小伙子 这里逼着陈老师出了抢反 原地下调跳 阳神也出抢反 双方都没有抢反了 但是 陈老师现在有足够多的资源 阳神被对方摆个抢了 我去没了 阳神还有最后一臂 双方打上一比一平 所以说这游戏就是一个摸奖游戏 你摸对了你就把对方连死 摸错了对方把你连死 陈冠希把阳神打到了最后一个臂了 那么今天晚上阳神这臂能不能守得住呢 他要面对是阿婆 如果说阳神这臂守不住 他们 就是亚军了 陈老师拿到第九 阿婆来挑战阳神 手法依然是表克 你觉得这这个比谁能赢的 现在的对局啊 对于喜欢全黄的朋友来说 九八队的朋友来说 已经是可以预测到输赢了吧 陈冠希现在这么厉害嘛 封心所爱 你练一段时间 你也和他一样 你练一段时间 我相信你跟他一样 没什么奇怪的 你练一段时间 好了咱们来看这张对局 来对于阳神这架UP的对局 左边是不知火舞 右边是UP的不知火舞了 阳神 感觉这把就要为了 因为UP的实力 大家也非常清楚 也是一线的玩家了 在九八队这个版本里面 号称是小王 没关系又降机 大王是直球一啊 大王是BG啊 一把灯块力量啊 毁啥也不是的二哥 二哥来了吗 玩上二哥 那这场比赛UP 一把阳神给他干了 那么